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整理了一下目前为止 媒体公开的米尼井的Kakoto对话记录 因为连续几天一直有新的Kakoto被公开 所以这一个礼拜真的有很多留言发私讯 要求整理一下这个内容 但是与还不米尼井纠纷毫无相关的成员女职员等内容 就没有带过来 首先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Kakoto对话记录的背景 5月31号,Odoa将召开股东大会 在这里还不想要辞退米尼井 因为还不拥有Odoa80%的股份 所以只要股东大会正常召开 米尼井是一定要离开Odoa 所以米尼井方向法院提出了 禁止还不在股东大会行使权利的临时处分申请 如果这个申请被接纳 还不就没有办法辞退米尼井 米尼井可以继续以Odoa代表认知 而在5月17号召开了 禁止还不在股东大会行使权利的临时处分申请的法院审问 就是双方拿出自己的证据主张后 法院判断要不要禁止还不的权利 而根据媒体报道 当天还不向法院提交的米尼井卡卡托对话 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 法院进行了秘密审查防止第三方阅览 但是这些卡托内容 相继被记者出身的YouTuber以及各个媒体们公开了 所以在韩网就有网友们质疑 这是不是还不故意泄露的 而对于卡托的内容 米尼井方表示 这些卡托是拼凑的 还不则表示绝对不是拼凑 之后在5月21号 米尼井的律师表示 计划将卡卡托对话的原文 作为书面资料提交 并向法庭详细解释其背景 卡托对话本质上是基于私人谈话 因此将这些私人谈话公开于公共媒体 反而在伦理上是不适当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 媒体公开的米尼井卡托记录 1. 欧阳 2. 欧阳 哪一个比较好 2. 欧阳 欧阳不怎么样吗 姐姐 按照你的意愿来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Joy 为什么 因为有不好的回忆 恩恩呀 看到公司后觉得很可惜 就像企业合并一样 在三年内把他拿过来 恩我想要拥有他 不要重复SM那样 庞摊松仰塔应该在这里结束 每天都要做好觉悟 咳咳咳咳咳 不是准备只是觉悟 那么首先在4月完成我的厂牌计划后 对于Sauce就按照我的意见 毫不让步的推进 恩 姐姐 我让你看的那个我的马拉塔孩子 用电子邮件帮我看一下 我必须进入这个孩子身体里 知道了几岁 32岁 我的计划是以人的身份在姐姐身边活动 直到明年为止 但是要怎么利用这个孩子呢 我先想一想 不过这个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们相处得来吗 非常 你是说按照恩恩恩的话要求更多吗 嗯 例如我现在得到的条件是看跌计圈 盈利利润13倍的20% 但恩恩恩让我试试 能不能谈到营业利润的20倍 恩恩说 哇 13倍的条件 他觉得已经很好了 20倍的话 对方可能不会接受 但是说一下20倍试试 恩恩说 假设将来我的公司发展得非常好 还不可能就没有能力接受这个条件了 那时候我反而有可能吞掉这个公司 听到这些话后 我才觉得 啊 原来公司还能这样吞掉啊 所以协商方案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 一 把女团抢过来 二 把条件吹到20倍 争取谈诚协议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简单 对吧 需要在两个中让步一个 我觉得要那样 你觉得让步哪一个比较合适呢 按昨天的情况来看 两个都无法让步 那就让步20倍这个条件吧 2024年2月4号 是彭他孙优胆回归前一年的日子 这是海埔的弱势期 要在这个时期结束海埔和彭销 在彭他孙优胆进来之前 我们必须先采取行动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 QQQ 在一年内对于多厂牌 美国病 平台IT业务的假象 如果注定失败 那就会失败 这样可以让他们困难重重 而我们获得自由 那就太好了 这就是我在耳朵的计划 最终还是得利用媒体啊 如果像灌水这样的事情传开了 海埔也会失去信任 对吧 这种广泛的伤害 连击起来 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还不受到攻击时 我们需要准备好 如何脱胜的策略 那个恩恩恩的人 找个时间一起见面吧 有恩恩恩接受的记者 好的 我会小心谨慎的进行 首先见面建立经济关系 像某某细雨 十一福一样 通过会计师 竞争对手 投资公司 独立董事 证券公司 媒体和公共机构 除了正式途径外 还可以先从私人人脉开始 就像习近宁 凭个人魅力 打通品牌一样 对 以个人行动更好 总之 对外建立这样的联盟 描绘大局 对内则激发 欧多组织的能力 这是5月份的目标 每人解约金额为124亿 五人合金预计为620亿 嗯 女基茨 金额不多 啊 对不起 是4500 6200亿 不管怎么想 成员们的退出 对我们这边造成的损失 都太大了 之前的专辑也都要放得出来 与品牌的合约 也都是挂在欧多名下 改变计划 4月3号 发送第一封邮件 开始攻击 反正要进行到第二阶段 就没有必要延迟 立即发动攻击 我们准备好舆论战 4月20号 对于问题的改善 我们既不问也不关心 提出外部问题 是我们的目标 最好的情况是 为了阻止重大不利事件 海埔主动向我提出妥协 是从妈妈们的立场写的吗 是的 需要考虑一下传达的语气 可以积极利用 妈妈们没有与海埔签订合约这一点 专属合约中 是否包含与海埔相关的内容 没有与海埔相关的内容 合约的对象是额度和艺人 双方合约 呵呵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提出异议的条款呢 是妈妈们向公平交易委员会进行举报吧 子公司自己举报有点不妥吧 是的 那样会更好 妈妈们来举报更好 这样不仅能显示出清白 而且如果是子公司自己举报的话 可能会被质疑是在进行不正当行为 是的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发布模仿牛津死的新歌手 消耗牛津死的形象 并让他们至少停止活动一年六个月 然后试图抹除他们 先解释灌水问题吧 不要在媒体上公开 在尔多尔成立之前的敏尼紧私人谈话 却主张一开始提出的 尔多尴尘和背信问题 就是因为无话可说 卑鄙的试图用无关的事情来塑造巫婆形象 是敏先公开私人谈话的不是吗 向你开心吗 和可以踩他们吧 这些话 其实这些和背信的证据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为了摧毁别人的形象 自己先公开了私人谈话 然后现在说 想要拿下公司是私人谈话 这真是双重标准 他本人说要面对面对决 所以还不纳便同样公开了对话内容 而且只公开了与公司相关的内容 与巫婆的对话确实是私人谈话 公开这些对话真的是犯罪行为 不管内容多么凌人毛骨悚然 这都是个人的私领域 是他不愿意公开的部分 但这些却在毫无孤立的情况下被非法公开了 又用那个巫婆来媒体炒作 看来海浦真的找不到背信的证据 而且自己公开自己的卡卡托对话 和第三番公开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说海浦正义 但从目前曝光的卡卡托证据来看 海浦是基于事实进行了回应 这些卡卡托对话内容 是在17号法院进行的 禁止刑事全策的临时处分审理师 作为证据提交的 所以不太可能是虚假信息 米尼锦方面也无法否认 然而盲目支持米尼锦 同时责买爱赌的行为 真是让人无语 虽然我也喜欢米尼锦这位女性 能在女性消费者为主的行业中担任高位 但从根本上来说 因为一个没有解释清楚问题本质的记者会 这一个原来一直责骂爱豆们 把米尼锦神话 这真的是很奇怪 相信海浦是基于事实公开内容的人 只是想那样相信罢了 如果海浦有明确的证据 并且有信心能力 为什么要透过媒体泄露卡扣对话 试图营造敏负面的舆论呢 就是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 所以他们试图透过抹黑米尼锦 让法院无法批准临时处分 以便在31号能够解雇他不是吗 海浦和明尼锦两边看起来都很奇怪 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新闻 只想看法院的判决结果就好了 所以对于媒体公开的 米尼锦卡扣对话记录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优优独播者 失败的 是的 在鸡 小 感谢观看